你有看过Lofa Girl这种陪伴型的不间断直播间吗? 你有注意到有些平台半夜都还有主播带货 但实际上真正的主播正在睡大觉吗? 你有好奇过这种直播是怎么赚钱的吗? 这次的视频我就给大家揭露 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赚钱思路 几天前我制作了一个视频 讲述如何开设自己的Lofa频道 我在视频里面承诺 点赞超过500就给大家分享关于Lofa直播的一些技巧 于是今天我就来兑现承诺啦 这次的视频呢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不同类型直播的推流方式 详细的设置 以及直播的盈利模式有哪些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那关于Lofa音乐的AI合成方式 画面制作等等 我在上个视频中已经详细演示了 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找到那个视频 今天的话呢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那我们首先说一下直播推流的具体方式 及设置 互联网上呢有许多直播软件共选择 我这次将使用OBS Studio 它是目前最流行的直播工具 OBS相比于各大平台自己的直播软件来说呢 功能更强大 也几乎可以在所有平台上直播 最关键的是它是免费开源的 网站的下载链接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下载并安装不同的版本 因为我已经提前安装了 所以我就会省略这一步 安装完成后启动OBS Studio 第一步创建原文件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场景 例如Lofi频道直播 然后添加原文件 来到这里的来源选项卡 点击加号图标 选择媒体来源 为你的原命名 然后点击确定 现在我们需要上传之前制作好的Lofi视频 点击这里的浏览按钮 然后选择电脑里的Lofi视频 选择视频后 不要忘记打开循环按钮 它就会循环播放视频 直到你更改视频或结束直播 你还会找到一些高级选项 但我建议保留初始设置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按钮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ofi视频 现在正在预览面板上播放 这里我再多说几句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游戏直播 或者是出镜直播 就可以在来源这里选择 萤幕输出或者是视讯采集 那么我们直播的画面 就会变成你电脑的界面 或者是摄像头里你的画面了 第二步直播设置 点击这里的设置按钮 来到视频选项卡 查看视频输入和输出质量 然后查看音频配置 由于Lofi直播比较简单 我们都可以保留默认的选项 现在最重要的部分来到刘选项 从这里选择YouTube IT MPS 然后选择使用刘密钥 现在我们需要频道的刘密钥来开始直播 来到YouTube工作室 点击这里的创建按钮 然后选择开始直播 你会找到现在和日后两个选项 因为我们想要立即开始直播 我将选择现在 在下一页我们需要选择直播类型 从这里选择使用直播软件 因为我们不是为儿童直播 选择否这不是为儿童制作的 现在编辑你的直播标题 然后添加描述 你还可以添加缩略图和一些标签 完成设置后点击保存按钮 现在从这里复制默认刘密钥 也就是直播码 好的 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刘密钥 回到OBS 将密钥粘贴到框中 点击确定 如果你想在其他的平台直播 在各自平台的直播中心里 都会提供对应的服务器地址 和直播流密钥 那今天呢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第三步开始直播 现在我们已准备好直播 你只需点击这里的开始直播按钮 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YouTube工作室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 如果你去频道首页 你会看到这个直播视频 完美 如果你想用OBS进行一些其他的直播 比如影视推流 电商带货 游戏直播等等 我也再和大家聊一聊直播设置这里 更高级的一些选项 首先是影像设置 这里有两个分辨率选项 来源分辨率指的是OBS采集的画面大小 输出分辨率指的是观众看到的画面分辨率 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调整输出分辨率的大小 同一条件下 分辨率越高 画质越好 对性能的要求也越高 在性能允许的情况下 最好是使用1920x1080 如果是对画质要求不高的直播内容 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1280x720来节省性能 然后是帧率 帧率越高 直播画面看起来越流畅 对画面变化很大的内容 例如游戏 设置为60帧 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观感 如果是禁止画面较多的内容 例如聊天 我们的lofi视频等 设置成30帧也是合适的 接下来是输出设置 将输出模式改为进阶 在编码器选项中 我们优先尝试X264 这是一种使用CPU进行视频输出的方法 也是综合画质最好的那一个 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有独立显卡的话 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通过显卡进行编码的 我们再关注位元率这个选项 这就是码率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码率 我简单解释一下 它指的就是一秒钟内可以传输的数据量 码率越高 传输的数据量就越大 通常意味着音质或画质越好 太低的码率可能会导致视频质量差 但太高的码率可能导致文件太大 难以有效传输 特别是在用户网络条件不佳的情况下 体验就会比较差 那么我们如何设置合适的码率呢 首先我们需要测试自己网络的上传速度 使用一个测速网站 比如SpeedTest 点击中间的Go 完成测速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上传速度 然后把这个数值乘1000 这代表我们的网速最高可以进行的码率 既然码率越高越好 那我们就播那么高的码率可以吗 并不是哦 第一 码率过高 对观众的网速要求也比较高 他们观看时产生的流量费用也会更高 所以这样的值是不合适的 第二呢 有些直播平台 它是有码率的限制的 也就是说你的码率最高也只能达到 它所设置的那个值 比如我们看一下YouTube关于码率的一些建议 像1080P 30帧 推荐的码率就是3Mbps到8Mbps 他们这个单位的换算就是我之前说的 1Mbps等于1000kps 所以它这里的推荐码率范围是3000到8000 以此类推 我建议大家一般设置在2000到8000都是比较合适的 那设置完码率呢 接下来就是CPU使用预设里面的选项 从低到高 越高的选项画质越好 但对CPU的性能要求也会更高 所以需要根据自己CPU的实际性能来决定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Fast的预设是兼顾性能与画质的选项 最后我们说一下声音 通过观察音效混音器的指示条 你可以确定OBS能否正确的收录声音 麦克风一般指的就是我们电脑或者你外接的麦克风 如果你发现指示条显示红色 那证明我们的声音已经破音了 我们可以使用指示条下方的滑块调节音量的大小 那如果你是Mac用户 你会遇到没办法收录桌面音频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的是荧幕输出 你在电脑里播放的声音观众会听不到 这里提供一个解决方法 首先登录这个网站 下载Black Hole 安装完成后 进入音频MIDI设置 点击左下角的加号 选择创建多输出设备 选中刚刚创建的项目 勾选你当前的音频设备和Black Hole 将主设备设置为你当前的设备 完成后 在OBS中添加音频输出采集 选择Black Hole 最后调整好你的系统音量 将声音输出设备修改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正常捕捉声音了 然后呢我们说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直播画面 例如游戏直播 你既想出现自己摄像头的画面 又想有电脑屏幕 那你就把这两个来源都添加上就好 非常的方便的 还有像这种电商直播 或者比较复杂的都是挂件的游戏直播间 这一类直播间呢 它搭建起来会稍微复杂一些 甚至现在我们是可以利用AI 完全让数字人替我们24小时直播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点赞哦 还是一样点赞超过500的话 为大家更新这种高阶玩法的详细教程 最后我简单说一下直播的几种隐秘模式 一自动化直播带货 利用云主机平台和自动化脚本 可以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推广产品 这种方式呢 并不需要真人24小时全程在线 而是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循环播放 或者我们之前提到的数字人直播 也是一种类似的概念 二版权内容和推荐机制利用 通过直播平台的推荐机制 可以帮助他们去增加用户的留存率 例如播放音乐 电影 电视剧等 比如我们在一些平台上可以看到 他们一直在循环播放著名的电视剧 从而获得流量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灰色地带 可能会涉及到版权方面的风险 三 陪伴型直播 创建具有陪伴感的一些直播内容 比如播放背景音乐 简单动画等等 来满足一些用户 他们在学习或者工作当中 需要一些背景音的需求 那像我们之前提到的Lofi频道呢 就是这一类直播的一种形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思路再拓宽一点 不一定只是发音乐 比如我自己就发现我妈妈在做饭的时候 就很喜欢听小说 或者是孩子的睡前音乐 学生档睡前听音语摸耳朵等等 音频这个赛道啊 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的 四 引流和品牌建设 通过直播呢 可以吸引关注度 增加品牌或者个人IP的知名度 从而实现间接盈利 例如通过涨粉打赏 或者是引流到其他的商业平台 这种方法呢 比较适合已经搭建自己的个人知名IP 比如一些有名的YouTuber 或者是品牌本身去做 好了 是不是听完以后觉得有点心动了 那就赶紧去做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